2021年7月6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不塞不知道一塞吓一跳 宾州政府昨天就启动了宾州冠病大筛检活动 放眼要在40天内筛检全兵40个州选区里的4万人 昨天也就是大筛检的首天 就有430人以资源报名的方式参与了大筛检活动 筛检结果在昨晚7点出炉 其中9人的筛检结果呈阳性 而且这9人都是没有染病症状的 宾州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嘉日新 今早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如果这9名无症状感染者没有及时被救出 恐怕不知不觉中就会把病毒传染给更多人 唯有及时把他们给揪出来 感染链才能够及时被阻断 那么宾州大筛检活动在本周末将会去到威省的 Sprangjaya以及Sunaydua 想要接受免费筛检的民众 就可以向周医员服务中心报名 又或者是上到 benangsarin.slanka.my登记了 那么宾州这边是在大力的推动大筛检活动 但同时间卫生总监诺西山则是转发了 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冠病筛检的最新指南 那么基于缺乏影响力的证据 以及成本效益的考量 世界卫生组织并不建议对无症状者展开大规模筛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对无症状者展开大规模的筛检 可能就会分散了应该优先被筛检的有症状者 诺西山指出 也不是说无症状者完全不需要被筛检 比如说曾与确诊患者 又或者是疑似确诊患者接触过的人 高风险群体比如说是保健、护理人员的无症状者 就应该接受筛检 这些高风险群体 无论是否曾经接种过疫苗 又或者是否有染疫史 都应该要接受冠病的筛检 那么接下来要告诉你的是 我国今天新增了7654宗冠病确诊病例 这是事隔一个月之后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再次冲破7000大关 那么其中雪兰额就以新增3260宗 确诊病例排在榜首 而吉隆坡则是以1550宗排在第二 目前处于EMCO状态的雪龙区 情况令人担忧 那么疫情期间 大家都过得相当的不容易 近期民间就掀起了挂白旗运动 目的就是要鼓励生活面对困境者 荣于求助 不要自己钻牛角尖 那么我们的社会也是充满了爱心 不少有能力的人就纷纷的伸出了援手 但疑问是 当中是否存在滥用爱心的情况呢 五级单文区州议员吴俊逸就揭发 威南大发员只有一户民宅 挂白旗挂了两天 收了多名散心人士送来的六七份物资 已经有很多人送上物资了 但还是不愿撤旗 吴俊逸说 该兼民宅其实只住了一个人 家境还算过得去 应该不至于断粮 但由于挂上了白旗 身为州议员的他 也已经送上了物资 但屋主并没有撤旗 而是继续的接受各方的物资 吴俊逸就提醒大家 不要再受骗了 而警方也已经在昨晚 把白旗给撤下了 吴俊逸强调 他并不反对 断粮者挂白旗求助 但如果是拿到了物资 就应该撤旗 这些人继续挂着白旗 反而会淹没了 那些还没有获得援助的群体 导致还需要援助的他们被忽略 那就希望大家多多为他人着想 别那么自私 而是要守望相助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都能够获得援助了 今天的新闻就给您播报到这里 别忘了要谨慎防疫 感谢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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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